金山区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 延缓失能计划的最后一堂课 提出要带长辈们去品尝麦当劳的滋味 而卫生所主任乐观其成 酸素食总是给人不健康的印象 不过透过蔬果的搭配 也可以变得营养均衡 这就是课程计划 要带给长辈们的健康概念 社区卫生局与社区合作计划 从基本的健康知识养成 到失能失智延缓课程计划都有 金包里社区预防退化 延缓失能计划解业室 这区志工要带着长辈们外出去交游 而不少长辈说 这辈子常常听到儿生们在说麦当劳 但都还没有吃过 因此社区也决定要带着长辈们 去吃一次麦当劳 做一次不一样的共餐体验 然后我们就想说阿嬷他们都没有去过麦当劳 他们只有经过然后跟着家人去买过 没有真正的在里面说坐下来享受那种在麦当劳里面的滋味 所以我们就今天经过我们理事长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们办了一个远逐趴 然后准备走路慢慢的走到麦当劳去 跟着社区志工的脚步出发 从社区走到麦当劳大约有十多分钟的距离 长辈们都走得相当开心 背着小书包带着花帽像 急的要去校外教学的学生们 随后到了目的地麦当劳 长辈们围坐长桌 准备享用不一样的共餐料理 比较特别就有设计说 大家就是到这个麦当劳去做这样的一个 包括像营养方面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吃一些素食啊 完全都是不好的 其实在素食里面 当然油炸类那些东西是确实是不太健康 但是也有一些非油炸类 或者是像包括一些生菜沙拉等等 稍微挑过筛选过 还是可以在我们不得已的情况下 在一些 因为有时候顾及到要快速的一个饮食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能够选择的 那另外就是说 让老人家体验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生活 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 如果一成不变的生活久了 生活里面包括像脑部脑力的一些使用 就会稍微比较 变成是一个反射习惯性 那有时候一些新的刺激 像包括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卫生所的护理师们 他们很好的一个发想 例如说他们用这个像小丸子的一个造型 设计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帽子 还有一个当年大家怀念小时候的一个杯书包上学 好像在一个课程里面 让大家会有一个 我就是要学一个智能 学一个新的课程 金城区卫生所主任表示 透过计划了解健康知识 长辈们在解业室提出要去吃麦当劳 也许素食总是给人一种很不健康的观念 但是透过这一个活动正好 也可以让长辈们知道 吃素食也要营养均衡 搭配蔬果与正确的运动 长辈们都可以健康又乐活 记者到平安金山采访报导